安波足球快信 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上輪聯賽 卡迪斯無論在控球率益 或全球成功率等等都處於下風 場面劣勢的他們最終以兩個球員敗比愛斯·賓奴 那場球過後 球隊已經連續四輪聯賽無法贏球 其實 卡迪斯之前曾有過風光 要知道 球隊在9月中旬一度戰勝過切爾達 以及迫和強迪巴塞隆拿 只可惜狀態未能維持 卡迪斯目前聯賽戰職位1勝4和4負 同時有7分處於下游位置 由於排名頗為接近 這場對陣艾拉維斯的比賽可謂相當重要 此外 中場亞歷斯 費南迪斯是卡迪斯少有閃光的球員之一 他之前在對陣奧沙辛拿1 亦曾過人梅開二度 可惜的是 最終無法幫助球隊贏球 而今仗對陣發揮 一般的艾拉維斯 亞歷斯費南迪斯 當然希望為幾隊得到3分 在陣容方面 中場莊安達加列道 和何西馬利馬田恩雙無波踢 艾拉維斯可以說是目前聯賽發揮最差的球隊之一 要知道 球隊至今八輪聯賽緊拿到1勝7負 即使唯一的勝利是在強迪馬體會身上拿到 但亦無法掩蓋球隊的劣跡 艾拉維斯聯賽至今緊攻入兩個球 不過後防線失球數就多達13個 軍場失1.63個球的 他們不幸輪為防守最差的隊伍 另外 艾拉維斯最近三次聯賽作客軍物 期間合共失5個球 進攻端就一個球都入不到 球隊客戰能力令人擔憂 而他們上賽季作客卡迪斯以1比3落敗 球員難有底氣可言 加上聯賽作客連敗的陰謎 艾拉維斯今次就不太高估